各位环球的藏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戴维华收藏这个节目 在今天的这个视频当中呢 咱们继续的来学习瓷器鉴定 那么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下 如何辨别明代宣德时期的 纪红柚的碗它的真伪 纪红柚呢是宣德时期的一个名品 它呢特别的深沉 而且呢有明显的灯草边 而且到了强卒的地方呢 一个最明显的特征有虾青色 但是现代的仿品呢 几乎没有一个能仿到很像的 即使是在青三代仿的也不是很像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 因为当时的这个条件 现在无法达到 这个大家对比看 就能看得出来 再看它的圈足也是如此 宣德时期的足底 修的足底 现代房品的 那么还有它的柚 它的这个房品的柚呢 有一些偏蓝了 这个是它没有办法烧 烧造成功的地方 左边的和中间的 一个是北京故宫博物院的藏品 一个是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藏品 那么大家对照着一下 包括款制 就能看出问题所在了 那今天的这个视频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再一次的感谢大家收看 戴维华收藏这个节目 咱们下一个节目再见 感谢 感谢